注意看 过年才能吃到的大猪腿 却是这个酷似赵又廷男人的午餐 不料却被班上的恶霸狗仔抢了过去 看着台上嚣张的狗仔 他缓缓走了上去 一把抢过那本属于自己的猪腿 并大口地咬了下去 此人便是男主文字 是本校新来的转校生 出生于单亲家庭的他跟随母亲多次迁移 最终来到猛侠定居了下来 从小都被欺负的他 性格一向孤僻懦弱 面对校园暴力他也只是忍气吞声 可狗仔抢夺他的食物却让他无法忍受 于是当着全班的面让他下不了台 很快 放学后的蚊子遭遇了狗仔等人的阻截 见识不对的蚊子拔腿就跑 一路狂奔来到一座大桥桥下 狗仔那边一个小弟拿出钢球就朝蚊子身上砸来 后者中朝后便阴声倒地 随后狗仔等人便围住了蚊子的去路 而这一幕却刚刚被校罢智龙看见 起身后的蚊子还欲逃跑 可却被小弟按倒在地 不过蚊子行动敏捷 像一条泥丘一样将众人玩得团团转 可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很快也就败下阵来 被小弟一阵殴打 在推荡的过程中 蚊子更是不幸踩到一旁的米田共 惹得狗仔等人哈哈大笑 可蚊子却集中生智 拖下自己脚上的布鞋当作武器 喝退了正欲上前的小弟们 最后还将鞋上的花生降服在了一个小弟的脸上 这一幕更是让远远观察的智龙捧腹大笑 作为庙口脚头的儿子 他希望能吸纳蚊子成为他的兄弟 画面一转 蚊子在路边擦拭完脚底的花生酱后 快不回家 可此时自家门店外却站着好几个混兄弟的社会人 静屋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外省帮会的头目灰狼找到自己母亲领发 而灰狼还有一个身份 便是蚊子母亲的初恋情缘 次日 智龙带着蚊子浩浩荡荡地回到教室 走到狗仔面前告诉了他 通知你一生啊 从现在开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啊 别人欠他的 我一定会帮他讨回来 别人送他他不要的 我一定会帮他还回去 画面一转 昨天找蚊子麻烦的狗仔等人 整齐地站在天台上被智龙驯化 并让蚊子挨个环以颜色 可一向胆小懦弱的蚊子却发呆地站在那里长达十分钟之久 一旁的智龙随即给和尚使了个眼色 于是和尚走上前告诉蚊子 今天你要是不弄死他们 有一天你就会被他们弄死 明白道理的蚊子 随即面容猙獰地走上前 朝着狗仔就是一阵抱锤 紧接着就是下一个 就这样 复仇的蚊子便加入了智龙等人的小团体 从此踏入黑道 队伍里 作为庙口角头儿子的智龙自然是名正言顺的太子 和尚不仅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更是队伍里智慧的担当 阿伯白猴则是最为给力的大手 而新加入的蚊子自然被众人保护 这也让蚊子体验到了家的温暖 五人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煞絮为盟 从此成为真正的兄弟 就这样 明镇一方的太子帮便成立了起来 随后智龙带着兄弟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 周边的商贩更是客气地朝他打着招呼 此时蚊子问道 智龙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四日 智龙带着蚊子回家里聚餐 可智龙的老爸鸡塔却一副和蔼可亲的样貌 此时的鸡塔带着玉帽 麻溜地炒着小菜 丝毫没有黑帮大佬的家 本以为是一场简单的家宴 可此时一个手下出现 带上了一道家乡味道的招牌菜 泡椒凤爪 打开报纸的鸡塔丝毫没有在意凤爪的味道 反倒更是将注意力放在了阅读报纸上 挨着他学习的凤爪更是被他加来加去 一旁的蚊子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在起身确认了鸡塔面前的事位和误后 他表情严肃地做了下去 就这样 蚊子内心忐忑地吃完了这一顿晚餐 画面一转 这位手部受伤的中年大叔 便是班级混混狗仔的老爸 原来智隆爸爸晚餐上的泡椒凤爪 便是他贡献的 就在不久前 狗仔老爸应在庙口赌钱插脚头十万块 江湖规矩 没钱偿还的他便被赌场的小弟砍掉手指 可此事却传入了狗仔哥哥文谦的耳中 监狱中的文谦更是当场发怒 连狱警都被他吓了个哆嗦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